明和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2号发布报告说 自去年4月以来 已经有超过6000人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冲突当中丧生 尤其在今年1月和2月上旬 冲突持续升级 给乌民众带来灾难性后果 西米斯克协议2月12号签署以来 乌东部大部分地区武装冲突基本停止 但是零星冲突不断 听火协议未能得到有效执行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2号发布报告说 自去年4月以来 已有超过6000人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冲突中丧生 尤其在今年1月和2月上旬 冲突持续升级 给乌民众带来灾难性后果 新明斯克协议2月12号签署以来 乌东部大部分地区武装冲突基本停止 但零星冲突不断 停火协议未能得到有效执行 明不需要有效执行 明不需要有效执行 没有效执行 8月11月12日 右转发行 注意到温暖停 放涨